人一辈子会听到很多心里话 我很庆幸 因为我曾经听到过 声音是有温度的 夜晚的声音 会发光 你还好吗 我是成一 成是路程的成 一是一二三四的一 我在北京 向你问好 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喜不喜欢 其实当事人最清楚 你看那些卑微到尘埃里的爱情 不过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 另一个幻想结局会幸福 在公司里面同事默默 一直都非常喜欢设计部的阿雷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微信好友 所以我常常会看到 阿雷每发的一条朋友圈状态 默默都会很快地点赞或者评论 可是阿雷对默默一点感觉都没有 平日对默默的冷漠 让我们大家有时都会心疼那个 为爱执着的姑娘 爱情的规则里 喜不喜欢是两个人的事情 旁人的同情或责备 也改变不了一个不爱的事实 直到前段时间 大家才发现 阿雷的朋友圈 再也没有留下过默默停留过的痕迹 我们都以为默默终于想开了 准备放手了 可是后来在一次部门聚会上 喝多了的默默 才哭着跟大家说 阿雷已经把她的朋友圈屏蔽了 在这个冷暖自知的生活里 我们每个人都坚强地 对抗着生活里所有的压力 我们都曾是一个骄傲且倔强的战士 可有些人 偏偏陷在了感情的泥潭里 被弄得灰头土脸 却死不放弃 素黑在《笔迷恋伤口》里曾写到 大部分的痛苦 都是不肯立场的结果 没有命定的不幸 只有死不放手的执着 人们常说 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可是在那段卑微的感情里 其实那个装睡的人 不是不爱你的那个人 而是你自己 你总是装作一副 无间不摧的样子 以为坚持下去 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你总是用一个完美的结局 来麻醉着自己 最后在每一个流过泪的深夜里 告诉自己放弃 然后在每一个天亮 又当回了那个飞蛾 扑向火里 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 也曾因为喜欢一个男孩子 而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男孩喜欢踢足球 他就花费了无数个傍晚 守在球场 伴着夕阳 男孩喜欢玩的网游 他也开始没日没夜地去学习 为了男孩 留起了长发 学会了化妆 他就好像一颗 人造卫星一样 设定好了所有的程序之后 一直按照那个既定轨道 围着地球转啊转啊 记录着数据 反馈着信息 太重感情的人 最怕在感情里受到伤害 那是异于常人付出的代价 那是只要一点伤 就会把你虐到万劫不复的凄惨 只因为你在 那段感情里压上了 你所有的赌注 你就像是一个 输不起的赌徒 如果输掉的话 对这个世界 就再也没有留恋了 晶晶 你好啊 你好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我要去纽约 嫁一个人 你还喜欢这种味道吗 我们拉过钩的 你忘了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 由北京飞来本站的 12474航班 将于8点14分到达 谢谢 听过了那么多甜蜜的情歌 看过了那么多美好的电影 见证了那么多团圆的爱情 可为什么自己的感情 偏偏就这么崎岖坷坷呢 伤害过的感情就像被钉满钉子的木桩 即使把钉子都拔掉了 那个痕迹依旧还在 那些深深刺痛你的钉子 还是早一点远离吧 那些不爱你的人 该放手就放手吧 并不是你一味的迎合改变 就会成为他喜欢的样子 如果他真的喜欢你 你是什么样子的 都是他喜欢的 而你的改变 早已经成了讨好 做到最后 无非只是博得一笑 多年后的某个深夜 能让你大哭一场的 往往是那个伤你 最深的人 而不是那个很爱你 但是却被你辜负的人 前者让你委屈 后者让你亏欠 而委屈最伤心 亏欠最无情 别不忍心放下那个人 那些好意思 放下你的人 不值得你去挂念 如果那颗心痛到 生无可恋 倒不如去大睡一场 睡得久了 你就不值得疼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那个人 体会不到你的伤 你又何必执念 何必惆怅 蔡康永曾说过 每个人心里的橱窗 都是有限的 一定要把位置留给重要的人 最靠近心的 那个橱窗 只有一个 所以要留给 最重要的人 我相信时光 不会辜负一个 认真爱过的人 我也相信缘分 不会错过属于你的良人 不爱的都丢掉 爱你的 跑也跑不了 做好那个原本的你 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去等待那个 爱你一切的人 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寒冷不习惯 没有你陪伴 末日再临近你却疏远 黑暗里闯 黑暗里寒烟 一人是黑暗 你敢不敢 回头看我再一眼 你的依恋 你的依念 你残忍的缠绵 你的世界 你的空间 你模糊的脸 当世界只剩下一片黑暗 是不是还有你陪伴 笑容浅浅穿着白色旧衬衫 犹如曾经少年 作词曲 李宗盛 我开始习惯你不在身边 记着大雨后要是秋天 日暮的绚烂 彩虹的短暂 你愿不愿留下陪我秋一晚 你的依恋 你的一念 你残忍的缠绵 你的世界 你的空间 你模糊的脸 当世界只剩下一片黑暗 是不是还有你陪伴 笑容浅浅穿着九白色旨衫 犹如曾经少年 我爱你陪伴 你狀奋 abandon 这次分装 在你独播 我爱你独播 我爱你独播 演唱制李宗盛 我爱你独播 我爱你独播 看我你独播 我爱你独播 当心中只剩下一片 天黑了 是不是还有你分担 胸口温暖 双手微卸下个弯 爱我恨我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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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依然 爱我依然